第3隻眼睛 帶你看世界 最近在南非發現的奧米克用變種病毒 導致全世界人心惶惶 世界各國都嚴陣以待 但在澳洲的占星師阿當斯說 這種變種病毒的出現 法國預言家洛查丹麥斯 早在1555年 就要發生了 已經預言了 阿當斯是澳洲知名占星師 也是諾查丹麥斯的信徒 他在論壇翻文表示 翻閱《白師集》時 竟然意外發現諾查丹麥斯在四百多年前 就曾提過變種病毒 拉姆達和卡帕 甚至連傳播力極強格德爾塔 和奧米克用變種病毒接連爆發 諾查丹麥斯都記錄在預言中 阿當斯說 諾查丹麥斯在書裡是這樣寫的 兩條閃亮的魚 將會在雙魚座雙魚 阿當斯認為 這是一種占星術的線索 因為德爾塔和奧米克用 分別就是雙魚座的兩火星星 中共病毒的變種毒株 分別就以希臘字母來命名 而今年爆發的這兩個變種病毒 德爾塔和奧米克用 和雙魚座的兩火星星同名 諾查丹麥斯以這個 來預示著今年將會爆發的兩種變種病毒 他還用17世紀英國天文學家 佛蘭斯蒂德的畫作相遇著 來驗證自己的推測 指出這些線索就藏在其中 阿當斯認為 諾查丹麥斯可能早就推測出 德爾塔和奧米德隆變種病毒株會接連爆發 所以就用了這種方式記錄下來 避免了宗教認為他的預言是無術 而制裁他 不過阿當斯也說 自己的這些說法只是他個人的益測 但諾查丹麥斯生前確實是有不少的預言 最後都成為了現實 比如說法國國王亨利二世的死 法國大革命 希特勒 第二次世界大戰 美國911事件等等的這些歷史大事 諾查丹麥斯都預言得很準確 另外諾查丹麥斯還預言了 《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統治世界》 中共在1999年增壓法輪功等等 因為他很多的語言後來都被驗證 所以諾查丹麥斯也都被後人稱為神鬼先知 變種病毒是以希臘字母來命名的 以照希臘字母的信罪依次序命名 本來剛剛爆發的奧米克雄病毒 應該被命名為Niu 但Niu和英文單字的Niu排音容易引起混淆 所以不適宜使用 但問題就是緊跟著Niu後面的那一個字 就是Kesai 雖然漢語的發音是黑勢 但就和漢語習的姓氏拼音一模一樣 就是這樣出於討好中共、討好習近平 西威組織就被迫連跳兩級 用奧米克雄這個字母來命名新病毒 但譚德塞怎麼都猜不到 就是奧米克雄在粵語的發音裡 就和我滅共同音 除了廣州人之外 香港人基本都是講粵語的 這個分明就是在這裡號召香港和大陸的人 共同滅共 最新爆發的奧米克雄病毒 引起全球恐慌的原因有兩個 第一個原因就是奧米克雄的突變程度非常嚴重 嚴重是它的變異不是一個兩個位點 而是一上來就出現了高達50種群發性突變 只是那一個打開人體細胞藥時的S蛋白 即是刺突蛋白 就已經出現了至少32種突變 而在病毒和人體細胞首次接觸的部分 也就是大家經常看到的術語叫做受體結合區域 簡稱RBD發現了10個突變 這是一個什麼的概念呢? 我們簡單地對照一下 讓大家容易理解 就是說席卷世界 是令人譚腐色變的Delta變種病毒 在S蛋白上只有7個突變 RBD只有2個突變 而現在爆發的奧米克雄病毒 S蛋白裡就有32個突變 RBD就有10個突變 突變的數量是前者的5倍 由病毒結構的角度來看 這麼多的突變提醒了我們兩件非常重要的事 第一就是突變嚴重的S蛋白 剛剛就是當前絕大部分V苗針對的標靶 這就是為什麼專家在談論奧米克雄 可能會導致V苗失效的原因 另一件事就是這麼多的突變 已經導致奧米克雄 和目前流行的其他變種病毒株非常不同 而和中國武漢出現的原始病毒 更去到一個完全不同的程度 從流行病學的角度來看 這個或者意味著一場超級巨峰正在緩慢承認 就是說我們基本上 可以將奧米克雄看成一個全新的病毒來理解 而不是看成一個武漢新冠病毒的後代來理解 這個和我們當初討論 德爾塔病毒株是差不多的一樣道理 但是奧米克雄就比德爾塔走得更遠更可怕 第二個原因就是奧米克雄的致病力究竟是怎樣 現在我們沒有太多的資料 但是它的傳播力明顯大幅提高 雖然各國的專家都表示需要謹慎觀察 但是在現實的生活中 已經引發了各國的恐慌 世衛剛剛對奧米克雄進行了命名 都沒有幾個小時 澳洲衛生委員會 當晚就發表聲明說 這種病毒株在歐洲傳播的風險 已經由高上升到極高 與此同時 各國政府今次行動都有驚人的效率 英國是第一個採取行動的國家 南非衛生當局通報了奧米克雄 只是幾個小時 英國就立即頒布了 針對非洲南部國家的飛行禁令 之後多個國家也迅速跟進 歐盟、美國、俄羅斯、以色列等 都已經開始針對南非等國 推出了旅行限制 甚至是旅行禁令 日本更加徹底 立即暫停 來自世界各地外國遊客入境 世衛組織最新發佈報告警告說 奧米克雄可能會構成非常高的全球風險 並且會對一些地區產生嚴重後果 那一個不是怎麼做正事的總幹事 譚德塞也迅速表態 希望推動達成一項國際協議 以抗擊未來的大流行 用他的說話來說 就是奧米克雄剛剛說明了 為什麼世界需要一個新的流行病協定 這是疫情爆發以來的第一次 這種病毒的傳染性有多強呢? 我們看看香港的兩個病例情況 大概就可以了解一些 香港衛生防護中心表示 香港最初的兩個病例 很可能是在開門的一瞬間傳染的 第一個病例是11號 由南非入境的36歲男子 15號確診 另一個就是10號 由加拿大抵達香港的62歲男子 20號確診 這兩個人早前都接種過V秒 入境之後都是在香港機場富豪酒店同一層進行隔離 香港知名專家袁國勇 到現場視察之後 分析認為 兩個人住的房間是在同一層 房間正好就是面對面 病毒很可能就是經過空氣傳播 袁國勇表示 市民戴口罩沒有辦法有效地過濾噴出來的病毒 對面的男子剛剛開門的時候沒有戴口罩 病毒就跟著房外面的空氣流動 進入了對面的房間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在隔離期間 一半開門的時間都不會很長 但是很可能就是在這個短暫的瞬間 病毒就出現了傳播 由此可見這種新的變種病毒 傳染性有多強 如果大家還是不太明白 我們就把德爾塔和奧米克用做一個簡單的對比 根據媒體報導就說 奧米克用在南非最早被發現是在11月9日 23日上報給世界衛生組織 結果24日就已經被命名為B.11529 並且在當晚就已經被納入在監控的變異株 而去年印度發現的德爾塔病毒 又發現到命名差不多用了5個月的時間 而奧米克用又上報到命名幾乎不用2天 由這一點詫異 大家應該都感覺到 這種病毒的危害性 29日 香港又發現了一宗新增的奧米克用感染病例 是一名37歲的男子 衛生官員表示 這名男子24日 由阿爾及利亞經過伊索比亞和泰國之後抵達香港 這是香港發現的第三宗奧米克用患者 不過香港的官員表示 新變種病毒目前未流入蛇區 除了香港的病例增加之外 根據各國的通報 奧米克用已經至少在14個國家出現 感染的人數都在不斷增加 很多國家都採取了新一輪的旅遊限制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宣布 由11月30日凌晨開始 暫停所有國家和地區的旅客入境 日本的這一項決定 實際上已經意味著是封國了 不過這一項防空升級決定可能都遲了了 日本防線可能已經被奧米克用攻破了 厚生勞動省表示 28日晚一名30多歲的男子 由納米比亞入境日本 在成田機場核酸檢測中 發現感染了中共病毒 同時搬出發燒的徵狀 因為納米比亞是屬於非洲 奧米克用高風險地區 日本當局不敢調以輕心 已經委託國立傳染病研究所進行基因測罪 進一步確認是否感染了便宜株 結果最快要在4至5天後出路 葡萄牙衛生總局在29日證實 里斯本貝倫人足球隊有13人感染了奧米克用 路透社報導 貝倫人隊的南非籍門章 菲爾迪上個星期參加完國內的賽事 回到葡萄牙的時候就被驗出感染了病毒 不過球隊在27日 仍然按照賽程在葡萄牙超級聯賽中 迎戰本菲卡隊 結果賽後就傳出多人被感染 現在證實有13名確診感染了奧米克用 其中有2至3名球員 和2至3名職員出現了症狀 但並不嚴重 其他人就沒有症狀 貝倫人隊發言人表示 除了27日沒有出賽的青年隊外 其他44人目前都在家隔離 據了解 27日比賽當日 貝倫人隊一開始 只有9名球員上場 其他人都被隔離 到了中場休息後 回到球賽的只有7人 但下半場只開了2分鐘 就放棄了 最終被本菲卡隊踢了個7比0 此外 加拿大 奧大利亞 荷蘭和奧地利 28日都宣布 在本國內發現了奧米克用病毒株 奧大利亞29日宣布 經過一場緊急安全會議後 原定12月1日的邊境重啟計劃 將至少延期2個星期 澳洲總理莫里森強調 這是必要的暫時性決策 截至目前 澳洲已經發現了5宗感染奧米克用病者 加拿大發現的病例就是在厄太華 這個也是北美地區目前被發現的病例 按大略省衛生廳表示 發現的2宗病例 是沒多久之前 由奈及利亞回到加拿大 目前處於隔離狀態 並表示衛生部門正在追蹤接觸者 但卻沒有透露更多資訊 之後加拿大衛生部長杜克洛 在下午發聲明說 隨著對各省和地區的病毒監控 和測試繼續進行 預計這個變種 將會在加拿大其他地區發現 到目前為止 美國還未發現感染奧米克用的病例 但前聯邦食藥管理局局長 現輝瑞藥廠董事 高特里布在28日 對CBS面對全國節目裡表示 奧米克用很可能已經進入了美國 高特里布說 幾乎可以肯定奧米克用變種病毒 已經來到美國 只要看下週末 各班機的入境人數就知道 被受聯邦議員 蘭德保羅指責的白宮首席防疫顧問 過問和傳染病研究所所長福西 28日對哥倫比亞廣播公司 CBS 預言 美國恐怕會發生第五波疫情 28日發現確診病例最多的是荷蘭 一共有13宗 但這個數字很可能會繼續上升 荷蘭衛生部表示 26日由南非非底阿姆斯特丹的兩個航班裡 已經確診了13個乘客感染了奧米克用 荷蘭衛生部長胡瓜德容葛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 這13名確診病例很可能只是冰山一角 有可能出現更多病例 據了解 在發現病例的兩個航班裡大約有600名乘客 而其中有61人被檢測出陽性 目前這61人已經被隔離在機場附近的一間酒店裡 當局正在進一步檢查 以便確認是否感染了奧米克用 另外由11月22日以來 由南非 波扎那 埃斯亞提里 賴索托 莫桑比克 南米比亞 和辛巴威前往荷蘭的旅客 大約有5,000人 28日英國發現了第三宗感染奧米克用的病例 英國衛生大臣賈維德表示 由30日開始 公共場所和公共交通設施 恢復強制戴口罩 所有抵達英國的乘客 都必須接受篩檢並自行隔離 直至陰性結果出爐為止 德國也確診了第三宗奧米克用患者 巴弗利亞幫衛生廳強調 過去14天 曾經到過南非的任何人 都應該立即進行隔離 並通報當地衛生部門 同時接受檢測 法國衛生部長奧利維爾韋朗 昨天也表示奧米克用可能已經在法國傳播開去了 雖然目前還沒有確診的病例 這只是時間的問題 奧地利由於確診的病例激增 22日已經加強了公共生活的管制 目前奧地利已經第四度下達了全國防疫封鎖令 成為今年秋天西歐國家第一個恢復封城的國家 好了 第三隻眼睛帶你看世界 今天的節目就和大家分享到這裡 如果你有什麼看法 歡迎留言給我們 我們下次節目見